活動還沒開始 總統賴清德就被總統府員工團團包圍 他也摸摸孩子的頭牽牽手 而看到台下員工帶著小孩 總統賴清德也開了開玩笑 我們三歲以下的小朋友 現場有47位 掌聲鼓勵一下 這表示總統府的工作雖然沉重 但沒有影響我們的生產力 一年一度總統家庭日 在15號上午舉行 這天號稱總統府禮堂最吵的一天 布置總統副總統蕭美琪 民主長潘孟安也一起出席 這次宣誓就任後 賴總統第一次主持 當然要提升日政策2.0 我們第一胎就從7000塊開始 第二胎8000塊 第三胎9000塊 在前總統蔡英文 0到6歲跟國家一起揚的基礎下 賴總統又加碼 包括零歲到二歲給保姆帶的話 第一胎從8500元 提高到一萬3000元 兩歲到六歲念功力幼兒園 家長一個月只要負擔一千元 除了掌聲以外 也要用具體的行動來回應 所以掌聲鼓勵好嗎 在地的總統幽默談話 讓現場氣氛輕鬆活絡 總統府員工日 這下成了催生大會 三地新聞林青雲 SNN小組台北三網報導 閃浮 兔粹 兔粹